记者王杰台南报道,杨性男子一日深夜骑着机车在路边游荡,台南警方狼察发现他精神恍惚,经过同意搜索后,在他的外套口袋找到一小包安毒,但诡异的是,杨南看到年轻景元,竟将手伸进裤裆李蒙涛,景元起初怀疑他有什么疾病,问他生殖器到底有什么问题,这时杨南却看着景元笑说, 他男生女生都可以 25岁的杨南没有千科,一日深夜11点左右,警方发现他骑车不稳,还在同一个区域兜圈子,怀疑他酒驾,上前拦茶,不过杨南身上没有酒器,但精神状况有点不好,眼神恍惚,警方问到他要上哪去,杨南一下子变称不知道,一下子又说要买包子 警方要求他拿出证件查看,在杨南同意搜索后,警方在他身上查获一包安非他命,因此将他一线刑犯带回征讯 杨南被带回警所后,把手伸进裤子里猛掏,警元担心杨南有性疾病,问他生殖器是有什么问题吗,但杨南边掏边说,他下面痒,他男生女生都可以,这一说让替他上铐的警元觉得害怕,去挥手铐后,立刻用酒精消毒讯后,将他医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